第一件事 永春拳 我们有两个马 一个叫前仰马 一个叫二子前仰马 好 下面我们从刚开始的前仰马开始讲起 力阵站立 双手自然放下 放于大腿外侧 然后屈膝 身体不要往后仰 整个人的重心是垂直往下落 膝盖不能过脚尖 练所有拳术 膝盖过脚尖 你的半月板必然受伤 然后膝盖不动 脚跟不动 尾椎不能动 脚尖打开 然后脚跟打开 对 完成一个前仰马 这个叫前仰马 双脚是一个八字形内扣 然后膝盖 与你的胯骨和你的肩膀是一条竖线 不能够像很多人他练拳 他的马是很宽的 对 这个我不否认 可能每家拳有不一样 但对于永春来讲 如果你的前仰马做不好 以后设计你的转马 比如说你的马那么宽 转一个马 对 你的双脚必然双重 你就没办法用前脚自如地踢对方 对 那你的脚必须收回 正伸的时候 膝盖 跨骨一条线的时候 你到你后面转马 转成二字前仰马的时候 你可以身体不动 脚随时踢击对手 对 身体 注意 如果你的马很宽 前脚必然是动不了 所以 前仰马练不好 二字前仰马 你也别想练好 以后打实战的时候 你就变成了 我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拳 你可以伤打也好 行一拳也好 我都不否认 但是我这一脉的永春 这个马很重要 好 我们再测着看一遍 好 第一步屈膝 注意这个尾锥 尾锥不能往后翘 好 这样子你的重心不稳 尾锥往前顶 膝盖不过脚尖 脚尖打开 脚跟打开 对 这个时候你的肩膀 你的臀部 还有你的后脚跟 是一条束线 前面 脚尖 膝盖 整个身 不会超过你脚板的 这个宽度 千万不要跪膝 超过脚尖 这样子你的重心靠前 好 转过来 好